大家好,我是泡泡 昨天我出门办事 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崩溃的母亲 责怪青春期的小孩弄丢了什么东西 母亲身材不错,打扮得体 青春期的女儿则有点胖胖的 穿着宽大的T恤 整个过程母亲挤进崩溃 这其实是中国父母的常态 为什么一点就着情绪如此不稳定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活得太累了 情绪不松弛 一天到晚都是紧绷着的 为什么中国人都活得这么累呢 但是像非洲、拉美、东南亚 这些贫穷落后的国家 他们那些人却每天活得简单而快乐 你看非洲人 可能全身上下的钱只够买瓶啤酒 但他们可以开心一整天 拉美人 一天可以不间断地去聊妹子聊汉子 像东南亚人 脸上笑嘻嘻地出门去拜佛 包括一些欧洲人 人家可以卖了房子周游世界 但再看看亚洲人 尤其是咱们中国人 就真的很累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跟大家来分析几个原因 原因一 文化影响 我们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一个很累的文化 在这个文化体系当中 是很少有自由一类的词汇的 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活 而是为了父母 为了家人 为了外界的眼光 为了社会对自己的评价 为亲人对自己的期待而活着 所以在中日韩的儒家文化圈里 人活得要复杂和心累一些 大多数中国人 一个字形容 那就是忍 忍忍就过去了 后面就好了 所以只要不把中国人欺负到绝境 那肯定是不会走极端的 只要未来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可能性 和变好的机会 中国人大多都会继续忍下去 隐忍不发 看破 不说破 我们是非常温良 敦厚 老实的 每个人都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 又都在要求着别人也遵守这样的规则 而且 由于在一种社会秩序的打压下 自尊心普遍不足 就更没有勇气做自己了 只能被迫融入到随波逐流的社会 那这样不累吗 原因二 社会现实 中国人活得太累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社会现实 就是中国人的生存压力太大了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 全国七亿劳动人口 约三亿在农村四亿在城市 农村人口中有两亿人的月收入在一千块钱左右 城市劳动人口当中有两亿人的月收入在两千块钱左右 拼多多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成功 因为真实的中国需要的是吃饱穿暖 而不是光鲜精致 中国人口多 人均土地和资源都少于发达国家 虽然这几十年生产力大幅提升 但科技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不强 产品质量不如发达国家 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也低于发达国家 虽然即便生产力提高了一百倍 但我们仍然处于食物链的中底端 所以中国人依然活得很累 因为要不停地工作 企业要创造利润 还要贡献税收 于是拼命地卷 比如说增加工时 压低工资 甚至把上了岁数的人都裁掉 那么中国人就为了生存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 精力成本 让中国人拼命赚钱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开销 比如房子 现在的房子多贵呀 北上广深 均价八九万一平 一套房子轻松五六百万进去了 房子就是压在大多数人心里的一块巨大的石头 干了一辈子只是给房东打工 还有子女的教育 现在鸡娃鸡得太恐怖了 小孩从幼儿园开始就活得非常累 还有疾病 看病贵 让很多人不敢看病 治不起病 所以说养老养小 养车养房 二十年读书 三十年上班 还房贷 最后十几年 把自己一生辛苦攒下来的钱 都用在了医院 好多人都没有认真想过 应该怎么活 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生活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社会的压力 那么原因三 资源分配不均 贫富不均 中国人活得累 还有一个因素是资源分配不均 你负重前行 是因为有人替你岁月静好 生产力提高了 但是财富去哪了呢 为什么到手里的钱不多呢 因为财富分配到我们手里之前 就已经被剥削了很多道 被资本设计 被上层剥夺 大家听过那句话吗 80%的人用辛苦劳动 养活了20%不劳而获的人 这就是勤劳致富的本质 大家看看那么多的贪官犯罪金额都破亿了 几千万那都是小数目了 干活的是你 分蛋糕的却没有你 那我们活着能不累吗 好 以上就是中国人活得特别累的三个原因 在这种环境之下 如今也衍生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佛系青年 躺平文化 那么你们现在是活得轻松还是活得辛苦呢 还是说正在躺平呢 我们一起来讨论 我是爸爸感谢收看 拜拜